好 接下来带您看台北国际机器人展览 今天登场 有台湾厂商设计出了家用机器人 它不只能做家事 还会跟人下棋 另外一个机器人呢 它会弹钢琴 还大跳三太子舞步 相当的逗曲 机器人的左右两手 在键盘上演奏出动人的曲子 平开式的手掌设计 还能横跨12个白键 弹奏音域更宽广 左摇右摆 还能随着音乐脚步前后滑动 穿上传统服饰的小机器人 扮起电影三太子真的很相似 跳起舞来 每个手脚关节动作的变化 既迅速又流畅 它后面还是有一块主控板在后面 它会把我们编着动作的程式 把它输入到晶片里面去 让它会跟 到时候我们让它动的时候 会跟着晶片输入的动作 机器人动作变灵敏也变得聪明 不仅能够听得懂指令 还能与人互动 同时随着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机器人也做出越来越多 具有家居服务和老人照顾的设计 上次这台机器人就运用了影像辨识 和机器手臂自动的控制 来简单做家事 还能与民众PK九宫格的游戏 换名下咯 我知道的就下这边吧 我用机器人去协助引法族 去处理一些劳务工作 搬东西 然后端茶水 拿东西这些 提醒他吃药这些 科技创新 让机器人的功能更有智慧 能接触家用和娱乐的功能 为未来的人类生活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介绍郭俊玲英台报道